你不觉得林星辰 今天那个鬼火很耀眼吗 而且他很仗义 只不过钢琴弹得好 华壮取宠而已 我告诉你 他是深度公主病患者 你可不要轻易被他骗 王子病配上公主病 不是很登对吗 很登对 雨洋洋 洋洋 你怎么了 没有了 是林星辰 林星辰 他又欺负你啊 林星辰 不是 我只是觉得林星辰 他真的好耀眼啊 是不是大家都会喜欢 像他那样子的女生啊 谁说的 他就是那种浮夸 又爱出风头的女生 我告诉你 他越是这样 我越讨厌他 郑春耀你什么意思 你讨厌我 对 我就是讨厌你 你眼睛 鼻子 嘴巴 我全部都讨厌 怎么样啊 让我们走 别让这个大小姐的公主病 把你给传染 走啊 郑初耀你 行了 星辰 药王子就是脑子不好使 你不要理他了 就制装 Turn это 嗯 亚王子 你不觉得 muy 很好 蝶红子 实际上 不好 被红击 刺屎 而且他今天还没做错什么事 哦 谁说的 他还不是跟小时候一样 小时候 小时候 你不也把梁启凡的头发 用口尖糖给黏了吗 废话少说 反正本少爷绝对不会去道歉 说道歉太严肃了 一顿烛光晚餐不就完美了 我约他 我约他他会去吗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来 说不定他心里还喜欢你哦 你在干嘛 我帮你在Crystal定好明天的位置了 酷 你应该知道 我们公司最重要的资料 都在这个手机里面吧 老板 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把手机给我找回来 要不然 你的下场 就会像他一样 是 妈 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上学第一天就跟初遥吵架了吗 怎么可能啊 记住 你是公主 只能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可是我已经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正初遥了 说什么呢 没 我是说妈说的什么都对 知道就好 初遥约你明天吃饭 她约我 怎么 很奇怪吗 没有 我就是想想明天穿什么 这就对了 正初遥是不是人格分裂啊 白天对我那么凶 晚上又约我吃饭 其实药王子很在爱你的菲林的啊 只不过她不好意思当面道歉 明天好好给你招应吧 不好意思直接道歉 你以为你三岁小孩啊 大小姐 大小姐 这个是夫人帮你准备的 明天去宴会穿的衣服 知道了 对了大小姐 你上次叫我帮你找那个救你的人 我们还没找到 不过你放心 我会加派人手 很快就有结果 那个人我已经找到了 真的吗 那是你的救命恩人 那我们要好好地感谢她 对 我一定会好好感谢